周四 被开除的前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坚持说 自己没有泄密 英国媒体之前报道 国家安全委员会允许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的非核心部分 会议中 国防大臣威廉姆森 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等多位内阁成员表示反对 政府之后开展调查是谁将消息泄露给媒体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上周五表示 必须深入调查泄密事件 英国副首相大卫·利丁顿周四表示 调查可确保国家安全委员会依然能获得信任 政绩人士要求进行刑事调查 有中国网友留言 威廉姆森是真正爱国者 留言说 一旦华为的5G建设通过了 就是他的失职 到时候不用别人开除 他也会自己辞职 据报 华为的资金可能来自于中共军方 全球第二大移动运营商沃达峰坦诚 几年前就发现华为设备有后门 日本之前拆除华为设备 也发现多余零件 目前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明确表示 由于存在极大安全风险 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 新唐记者毕欣慈 陈海岳 综合报道 承证华为真正要